天下事超级奇怪 我们明明读到新闻 欧美的疫情没有最严重 每天都是更严重 欧美疫情几乎失控 但怪事发生 我们先看德国股市好了 欧洲疫情严重 德国股市礼拜三 昨天圣姐不是说吗 最弱的德国股市 竟然V转向上 没在怕疫情的 那美国每天新增 确诊12万人以上的道琼 也在这盘中历史新高 明看请上来 我想问的是 怎么了 股市抵抗力很强吗 股市对于肺炎疫情 完全斗化了 所以涨了 创新高了 没在怕的是这样 是 最终重点来讲 还是有基本面的支撑 我们先看一下 欧美疫情的状况 到底有多严重 现在台湾可能感受不大 那应该这样讲 我们先看到 这是欧洲的确诊病例 简单道理来讲 这是三月 六月 九月 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有印象 三月是股市重挫的时间点 其实当时的疫情是长这样 现在的疫情长这样 好可怕 这一天是三十万人 所以他讲每三天 就有一百万的病例 这是欧洲是全球最严重的地方 那目前来讲 应该说住院创历史新高 死亡人数四个 其中就有一个在欧洲 所以确实蛮严重 而且跟大家讲 重点在经济面 法国 英国 德国 也是这三个国家 因为毕竟是法国领头羊 他们已经封锁了 而且跟您报告 欧元区 欧盟区 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大经济体 第三大全部中弹 封锁 对 而且重点是在 封锁的时候要干嘛 大家乖乖在家 错 他们却出来抗争 他们不想戴口罩 我真的觉得 再来讲台语人家说 有些李宇讲得真好 好派人分不清楚 政府告诉你 你要保护自身的安全 要戴口罩 结果你把政府呢 要你戴口罩 是为了保护你 你把他做作派人 这就是不对啦 对啊 所以这个所谓高盛的部分 就直接调降 这个所谓的欧洲的一个GDP 从正2.2 然后调成负的2.3 简单道理 还就告诉大家 会V型反转变成W型 就是还要再打一次底 这是经济面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说欧洲的经济 几乎已经是确定 recession衰退对或不对 目前来讲 应该说会有第二只脚 长线还是往上 那应该是说 短线可能第四季 会有第二只脚的出现 所以倒还不至于到 真的所谓的长线衰退 但是他今年一整年 四季的GDP 几乎都是minus 对 但是原本市场就认为 第四季会豪爪 结果后来发现 结果没有预期相当 你看吧 好 欧洲这么惨 那美国你也不要以为豪到哪去 对 我们刚刚讲最严重 是因为他从区的角度 单一国家不用讲 一定是美国第一 那可以 一樣问题 三月一个波段 他比较特别是 他六月曾经有一个波段 当时那一天大概三万人 这个大概一天六万人 现在一天超过十万人 第三个 你看总统选完了 还越可怕 对 那所以跟大家讲 他目前来讲 都大部分都有办法突破十万人以上 一个礼拜破十万人 对对对 而且跟大家讲五十周其中最严重的是德州 一个州就有一百万人染疫 所以结论来讲 目前已经接近一千万人 所以简单道理 他三亿人口三个percent中标 就是你同事加起来 有一百个就有三个中标 所以比例是蛮高的 而且呢 跟大家提到死亡人数二十四万人 看起来不只数字恐怖 而且拜登有提到 他觉得后续可能还有二十万的数字在后面 所以你看到二十四可能还是前段 但是我就会比较纳闷 我一开始想 疫情严重地区有九成是挺川普 这个数字给大家一个参考 美国来讲有三千多个菌 其中说有三百七十六个菌 是疫情严重的地方 这些菌有九十三个percent 是投票给川普 那代表着 我一开始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没有严重 你还会投他 后来告诉大家 但这些就是所谓的川普的这些所谓的信众 他很听川普的话 川普就跟大家讲 不用戴口罩 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我都得病了 我也都好了 所以大家一起得 大家一起好 三天而已 所以我跟大家讲 那这样子代表意义什么 这个指标人物很重要 那后比较好就是拜登 他那一政权 他忙讲到说 他要筹筑疫情这个小组 重点他马上站出来叫大家戴口罩 美国我在想应该戴口罩会比较正常 因为还不至于做出来抗议 所以后续来讲 我觉得比较大的就跟大家讲 其实挺川普的 大部分都他也提到 这些通常都不戴口罩 而且比较不做社交距离 后续来讲 拜登如果站出来之后 觉得这个美国确诊的部分 会有机会慢慢好转 最后一章我们就来追了 那疫情都这么严重 为什么股市顿化 对 重点就在这里 就跟大家讲 我常讲 做股票不能参考所谓的讯息面 你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那这个下面图形 就是美国确诊的人数 跟刚刚是同一个 比较重要 我们把它跟股市 我把时间轴完全对齐 那应该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第三次 我们来参考一下 当时第二次长什么样子 时间是今年的三月 到现在的十一月份 那这边是美国确诊病例 上面是美股标普指数 对 指数是红色的线 就是美股的走势 蓝色呢 蓝色叫做S&P 它所有的企业获利预估值 的一个总和数 未来一年企业会赚美股盈余 对 好 所以就跟大家讲 这条蓝色线就是基本面 那看到当时三月 为什么可以看到一天 大跌两三千点 就是因为企业获利 开始恐慌的下跌 对 那当时六月第二波疫情 其实比第一波恐怖 可是他当时的这个回升力道 有趋缓开始走平 但是企业开始赚钱 对 企业开始赚钱 当时第二波疫情 他又开始恐慌 他有稍微从底部上来 稍微呈现走平 但是并没有像之前的恐慌下跌 他还是慢慢的往上走 所以就跟大家讲 基本面还是正向 所以固然股市有稍微下跌 但是空间来讲都不会太大 所以跟大家讲 那我们就要借进这个 后续来讲到底怎么看 所以我确认一下 透过这一张 当大家纳闷 欧美股为什么呢 照涨无误 疫情明明很严重 为什么还有办法股市创新高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还要回归到基本面 只要欧美国家的企业 在未来的业绩是慢慢的走好 最坏情况已经过去 股市就有涨的本钱 哪怕疫情严重 这样结论对吧 是 没错 后续观察来 后续观察跟大家提到 既然动画跟我没关系 错 我跟大家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来讲 上一次呢 这个所谓的疫情爆发到高点 大概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从十月底开始 所以我比较觉得 比较可能也在一个月就是在 所谓的感恩节前 就有机会见到高点 所以我觉得不能超过感恩节 所以感恩节来前 必须要见到第三波疫情的高点 后续来讲要看到走弱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来讲是 当然疫苗利多 我觉得还不是重点 重点在不封城 跟大家讲三月的时候 美国是封城的 六月是没有封城的 跟大家讲 这就是经济面不同的地方 你不封城人事物就能动 对 经济活动就起来 所以其实大家这个获利面就不会转折 所以呢这个股市来讲就不会太过严重 所以呢跟固然呢 当然这个疫情的关系 大家会担心包含感恩节 圣诞节 这个3C产品的销售不佳 所以可能会影响 科技类股如果影响到台股 可后续来讲可能要等它转强 可是我建议大家操作原则把握一个 假设你现在持股很高 比如说你有七成的持股比重 我会建议大家你在这边稍微呈现休息 把剩下这三成分成两笔 那大概15% 如果后续来讲呢 刚刚提到两个重点 就是感恩节前要疫情好转 第二个呢就是不封城 这两个假设都还是一样 我就建议后续如果拉回 我告诉你拉回不会太多 你就可以把那个一半的15%下去买一些 分批买一些 那第二个假设这两个其中一个出现 我告诉你股市一定会跌 而且会跌是蛮大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剩的15%直接休息 因为后续来讲 这个拉回之后 台中长线还是会走深 所以我问你 结论请教一下 如果美国的纳斯达克继续在转强 继续在创立的新高 包括了肺半 我们电子股就不要 不用再过度担心对吗 对那理论上就会反映 电子成交比重回升的这个迹象 好 感谢民看非常谢谢您 来 请回座 刚刚讲到了结论的后面这两个 感恩节前见到了疫情高峰 而后不再那么严重 大家不封城疫苗也出来 而且不封城经济活动 能够继续进行 疫情也能够控制得好 如果以上假设都成立的话 那么欧美股就会继续在走高 我们的台股才会有希望 这就是顿化之后 我们的角度后续观察 但是讲到这个 台股真的会越来越好吗 明天Friday 礼拜五 郭郭大哥来 请上来 到底您觉得明天的大盘 该怎么看呢 好 我想在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紧盯着 KD跟MAC它的后续变化 因为有开始转弱迹象 那第二个是 航空股 金融股 硕化股 跟钢铁股 一定要把握这一波 它波段冲高的时候 一个调节的机会 留意美股股三大利空的讯息 包含了美新任当选人的上任受阻 疫情持续的升温 以及跟疫苗是不是会出现 延后利空的变数 那紧盯13031突破之后 未来的一个是属于说 回撤支撑持续上攻的走势 还是跌破13031 重回相形震荡的格局 我想这个大的趋势 一定要完全掌握 各位大哥那我问你 你看好像在第二栏位 这些的船船 你还是觉得要稍微调节 因此您的下意识已经在预告着 电子今天转强 明天应该有续航力对吧 完全正确 观众朋友漂亮 现在晚上时间11点半左右 您看看今晚的美股 又呈现转叠互健了 弱的是道琼 稳的强的是在科技类鼓 所以口温大哥刚刚的叮咛 每一点您都要盯着看了 只是为什么又转叠互健 科技类鼓强的理由呢 昨天在我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明天下回来